又打各位球場這邊,大家早 風老師,今天雖然大盤在回檔修正 但是軋空氣勢非常的凌厲 現在又有一檔8478的東哥遊艇 已經往上的來急拉攻到了漲停價 所以東哥遊艇突破了前高價位256之後 盤中看到了260塊的新高 那也是因為有這個基本的營收題材加持 上半年大賺超過一個股本 訂單已經看到了2024年了 遊艇商機不容小覷 但是現在看到了ABF載板三雄 同步的有賣單的調節 來到了今天的低點 雖然第三季的市況看起來比較保守一點點 但這些都是投信近期有開始回頭買的股票 像是南電跟星星都有投信轉買的跡象 現在也出現了比較大幅度的修正 但是我們看到今天整體的中小型個股表現是很強勁很活潑的 畢竟上貴指數的翻紅哪些是帶動貴買翻紅的指標股 除了剛剛提到的元泰之外 升級股很多 智勤 保瑞 泰博 甚至在車用當中有台半 漲幅也超過百分之一 第二頁當中有聯亞 合一 雙紅跟中美金都是帶動貴買翻紅的指標喔 有哪一些個股今天是適合拉回找買點的呢 那強勁強的指標 今天的續航力又是如何 我想今天的一個指數其實拉回是在預期之中喔 因為漲了這麼多它還沒有回來測季線嘛 那美國股市又呈現一個比較大的拉回 當然會影響到今天的指數的一個回檔 但其實資金它一直都找尋機會 那我想現階段市場的一個資金在找的 不外乎就是國際間還有就是國內本身它遇到的一個問題 包括說就是主要就是限電部分嘛 因為最近你看四川啊 又要限電 然後重慶也要跟著限電 這些都會影響到我們的一個國外的在台商 在中國大陸的一個佈局 然後也會影響到短期的一些個股的一個輪動 但如果我們從這邊再去想 台灣我們今年也是在整個電力部分會比較吃緊 那年底大家只要去想喔 這個台積電三奈米的產能要是全開 新廠如果再加入 再加上聯電 利基電 世界先進的擴廠 我想電力會非常吃緊 所以今天其實指數在回檔的時候 很多的電力概念股它其實還是相對強 那包括說像太陽能的一個圓金 就是77的一個安吉 這個也是相對強 那大家在想說電力設備的像1513的中心電 1514的一個壓力 那8996的高力它就不只就是有燃料電池的概念 還有就是所謂的雲端伺服器 靜人式的這個散熱啊 TXE比較多 但這些的股票啊 大多數都有一個特色就是它的本益比比較高 那在這邊來看的話 我會幫大家再去尋找就是說 既然你要去找這些高層商的個股 那有沒有位階比較低 而且它的題材又多 又能夠跟車店再結上關係的 那我想在今天裡面幫大家追蹤到一家公司 這是白號4931的新勝利 好 那新勝利增加公司我相信大家已經不陌生了 因為它今年在上半年是會漲了一大波 主要當時候都在漲車用相關電池的概念 但其實它的一個產品線非常多 有三個主要產品線 第一個動力工具工具機的部分 現在很多工具機需要用的一個小的電池 都是它的一個主要產品線 再來就是除能 那我就想到今天的重點 現在你都看到到處都很容易就是不小心一個跳個電 那本來就已經很艱辛的訂單 突然接到訂單之後突然跳個電 讓你的一個出貨預言值三天五天一個禮拜 那個對整個廠商的壓力就會非常大 所以最近相關除能的一個公司 他們的業績已經開始成長 然後有機會在接下來的一個下半季裡面 開始大幅度的跳升 所以你有除能題材 當然是現在未來可以持續往上攻擊的一個主軸 那我們再去看一下 它本身還有所謂輕便型的載具 就是電動車裡面機車的一個電池 或是電動腳踏車 因為它沒有做到汽車那一塊 但未來會不會有機會 當然會嘛 大家都是人往高處爬 最後它還是會往整個車用的一個電池模組去做前進 所以我在看到它的股價 近期它股價已經在七月到八月 打了一個大的底部 往往就一根長紅就會攻出去 那現在大多數的一個個股都已經站上極限 大盤也站上極限 那以它今年新生率的一個獲利來看的話 去年還虧六毛三 今年第一季賺六毛 第二季也還不錯賺五毛一 但是它的整體來講上半年賺了1.11 那就表示它今年的獲利 已經比去年成長得超過一倍 而且七月營收是月增11.94% 年增110% 好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在布局個股的時候很在意的 就是它基本面有沒有賺錢 未來的長線趨勢好不好 那既然又有賺錢 長線趨勢又好 那你再對比你看一下 為什麼我說我今年比較 比較不會這麼看好太陽能 因為太陽能股票裡面 不管是安吉 我們來看一下 今年的一個獲利狀況 其實真的是比較差 去年賺了1.16 今年上半年才賺0.41 股價在56塊 重點是它的毛利率只有11% 那6443的元金也是叫好不叫做 為什麼 因為它今年才賺了多少錢 全整個上半年才賺到0.1元 但它的一個毛利率 更是產到只有6% 6.6% 但股價都36 對比4931的一個新生率 股價現在不到36塊 但是毛利率有14% 然後13% 然後它的獲利上半年 又有超過1塊錢 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CP值 再加上位階線在季線之上 只要能夠帶量突破季線 那這一波的一個起漲就會開始 我的一個操作社會 大家都知道嘛 低檔佈局才會贏 我們在低檔先進行卡位佈局 等到量能再攻擊的時候 它就會有波段的一個上漲 這是我今天在整個牌面上 提供同志有做一個參考 最後請教封路老師 因為今天8069的元太 又創了歷史新高 很多的股民也在問 可不可以追位階比較低的金鴻呢 我想金鴻的一個操作 跟8069的一個超度 會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元太是法 所以玩之後繼續釋出 它秩序擴廠的一個利多消息 再加上融資融券的一個 卷值比比較高 那投信跟外資一路扛 那這個是由法人力挺 那在3141的金鴻 它反而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近期上 法人對它沒有非常熱愛 因為市場都在傳言 這個金鴻的訂單 被這個元太去做了一個分散 因為元太現在長大了 它的一公可能是金鴻 未來二公會有誰 包括說有誰在搶單 4961的天宇 3545的敦泰 都在往這邊去做搶單 所以我會說 它今天是受到了整個市場 因為元太創高的一部分 大家資金聯想到 金鴻是這個元太的一個 這個電子爆料线 驅動愛奇的供應商 所以它在這邊也有機會 但請大家注意 能不能夠今天 順著爆量突破季限 這個壓力是一個比較大 近期很多個股 出到壓力點 尤其在季限鋪 就容易休息 而它上檔還有季限反壓 我倒是認為說 去追股票不是我的操作風格 但如果你要去做操作的話 你只要記得 今天必須帶著量 借著題材直接攻過去 那如果沒有的話 請記得爆量 反而是一樣 短線要進行調節